就这样抹 用你的虎口 然后我就会用一点这个油 爱丽丝指导客人如何使用保养品 转战商场创立美妆品牌 当起老板娘 也时常在脸书分享自家产品 我呢现在要来把这个万圣节的妆卸干净 轻轻的卸妆哦 千万不要太用力 热爱工作 爱丽丝跟英国外交官再婚后 带着儿女定居伦敦 这会迎来创业七周年 想要推出新产品 也选择跟法国供应商合作 没有想到却遇上国际诈骗 爱丽丝表示 自己和法国供应商洽谈 委托新产品 来回沟通长达一年 终于在近期完成签订 准备下单付款 但万万没想到 电邮沟通一直被远在印度的骇客监视 等到即将支付款项 他们才假冒供应商的身份记性 提供难以分辨的假账号 诈骗集团手段高明 刻意将电邮账号的小写字母 I改成小写L 假冒的供应商对话 不仔细看 完全看不出来 拖延三天 爱丽丝惊觉不对 打给供应商确认 才知道被诈骗了 这个卸妆水呢 是跟法国的最大美妆集团的代工厂 一起呢 研发出来的 爱丽丝大叹 一大笔钱凭空消失 根本无法防愤 也决定在脸书分享惨痛经历 提醒民众一定得看仔细 才不会受害 记者陆红昌 施婷一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